在上一节沙俄复灭记我们看到自从1917年7月17号沙皇全家被屠杀以后 经过了后来的几十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谜一直在没有被破解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布尔隋克和后来的苏贡把整个屠杀沙皇这一个历史掩盖起来了 用各种方法把它掩盖 但是呢这个经过了六七十年七八十年的这种时间的这个逐渐逐渐的消磨 那么沙皇全家被灭的这个事实经过各种各样的考证各种各样的验证 就是基本核实沙皇的核心的这个血脉被彻底灭掉了 就是1917年中他的沙皇的主要的一个家庭加上他的主要的庞系基本都灭掉了 那么沙俄覆灭记这个覆灭基本可以说就是在1917年7月份 可以说是真正的这个王朝是彻底结束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对这个沙皇的这个统治 尤其是末代沙皇的这个统治做一个总体的评估 这个也是接近我们这个系列的这个尾声 那么这个评估呢就是有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呢我们就是把重点呢放在这个Nikolas II 尼古拉二世他本人的这个特点和特性 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的人的这种本性和他的人的这种天生的这种习性 造成这个结果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首先呢就是在今天一百多年以后 基本所有的就是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的 看过很多大量的史料 大量的Nikolas自己亲手写的笔记电报信件 大家呢和别人写对他的描述 基本得到一个总体的对Nikolas II的一个评估 这评估是大家比较一致的 有哪些方面呢 就是这个Nikolas II实际上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 就这个人不是一个特别的特别凶狠的人 或者是特别残暴的人 就像斯大林像毛泽东像希特勒那样的人 不是他性情温和 他比较绵点比较晒 就是不太有点不太好意思 然后呢比较招人喜欢 而且呢不太愿意和别人有各种各样的争执 就是避免冲突 这样的一种基本的一种个人的习性 同时呢对他的直系的这些亲人家人非常的容忍 就是他亲人家人 尤其他的他的这个太太 他的这个妻子 很多事情他通常都是听他妻子 这个人就是非常的比较随从吧 随和吧 对他的全家呢对他的家人呢非常的尽心 就是他非常的爱家 对他的子女 对他的妻子 非常非常非常的看护的 非常好 非常热爱 非常的那种就是比较喜欢 在家里面自己过自己的小家家的那种人 同时呢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宗教性非常强 然后呢非常热爱 俄罗斯 他当然爱国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 他是一沙皇嘛 他当然爱他自己的家园了 同时呢他不喜欢呢做决定 不喜欢在尤其在别人的面前去做决定 在这个时候他就显得很紧张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说 尼克勒斯二世实际上是一个性情中人 就是一个比较性情温和 不太不太招人恨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从我们前几节看到尼克勒斯到最后 他最后被这个软禁以后 如此找不到他的下家 找不到他的流亡到什么地方 然后寸步难行 在这个整个俄罗斯境内 到哪都有可能被人杀死 那说明什么 在当时1917年的 这个他被软禁退位以后 他实际上是被了 成为一个被整个俄罗斯痛恨的一个对象 那么这样的一种结果 和刚才我描述的 他的人的这种基本的性格 是一个强烈的反差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情况出现 为什么一个很 就是用英文讲 he's a very sweet and nice person at the same time he's very much hated by all 就是如此好的一个人 结果是被大家都非常的仇恨 那么这里边呢 就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那么我们把这个 整个的这个讲座里面 提到这几个关键点 我们列一下 通过这个我们看出了 他为什么找大家恨 第一个呢 俄罗斯在当时1917年 那个前后之前 1905-07年 这一段时间 或者是整个俄罗斯的最后的 撒谎最后的这20年 实际上是一个经济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种经济的问题 尤其是农民的问题 这个底层的人民的生活的问题 出现各种各样的economic hardship 就是经济困难 这种经济困难 作为一个绝对君主的这个环境下 当你是绝对的国家的绝对君主 那国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经济上的这种困难的话 那底层的人实际上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 上面的这个君主 没有把我给照顾好 所以呢 对他呢 就有一定的显然 这个怨恨就指向他了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呢 就是两场战争 一个是日俄战争 1905 一个是1914年的一战 首先看一下日俄战争 那么日俄战争 我们知道是俄罗斯是打败的 被日本打败了 那么打败以后 这段时间 在几乎在同时的时间 就发生了1905年的 Bloody Sunday 就是血性星期日 那么一些和平请愿的 这些这个老百姓 到他的皇宫前 到他的东宫前 去请愿 说你这个作为皇帝 作为我们的慈父 作为我们的这个国家的义军之主 你能不能帮我们解决 我们现在的困难 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甚至很多那些 那些请愿的人 是把沙皇的各种像高高的举在头上 几乎是跪在那 希望沙皇来帮他们去解决 因为沙皇在他们眼里 是帮着他们的守护人 但是沙皇没有跟他们进行任何对话 任何的妥协 或者任何的对话吧 都没有 他提前他就走了 他就回他的那个郊区的那个别墅里边去了 然后让他手底下的这些卫兵 就是等于是开枪 对这些手无寸铁的这个老百姓 这个也大开杀戒 一下就死了好几百 然后一千多受伤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 就是沙皇从成为一个被老百姓热爱的这么一个偶像 变成了一个被老百姓痛恨的Bloody Nicholas OK 就是沾满人民鲜血的Nicholas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事件我们在这整个讲座里一直在提这个 因为1905年的这件事实际上是对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变 再一个呢 就是Bloody Sunday 血腥星星期日 这个这个血腥事件屠杀事件发生以后 被迫的做了一些改革的承诺 而这些承诺呢 缺乏诚意 但是给老百姓的一个感觉是改革 is forthcoming 就是改革会来了 他已经同意了 但他自己缺乏诚意 那么这样呢 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这种局势 那么这个局势就是首先这种改革本身 OK这种改革的计划本身给这个俄罗斯人民呢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期望值 而这个期望就说 哦终于我们有机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开始了 但是呢 这个期望值 这个期望很快就被打破 因为他实际上他并没有执行他的改革 或者把他的改革真正的做下去 那么这个呢 某种意义上就像是一个一个大井盖 这井盖下面呢 很多人在下面坐着 在下面被井盖压着 这个井盖呢 稍微打开一点小缝 开井盖的这个沙皇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打开了 你们可以自由了 结果刚打开一点 然后又给关上了 那么这个就回到了我们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Torkville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论点 就是当这个底层受压迫的人 得到一点点的自由的时候 他自然就想要更多的自由 就是你要想让这些人民服务贴贴跟你 你最好一点自由都不给不给他 你就紧紧的压住 一点份都不给 当你开了一个小井盖 给他一点点自由 然后把井盖都盖上了 那么这个实际上对这个底层的人民来讲 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就从这一点上 他就最后决定 我要的更多 我甚至要把你这个井盖给掀翻 所以这种小小的让步 就是在极权专制的这种统治下 任何小小的让步 Torkville当然是指的是法国大革命 但是呢 我们这里讲的是俄罗斯的革命 当然我们有可能看到类似的现象 就是在中国 那我们就不讲那个了 因为这个现在正在发生 当这个政府或者统治者 对人民的统治 从那种高压统治 稍微的放松一点 给人民一个放松的希望 那么这个时候 人民反倒有可能 用不好听的话 叫得寸进尺 我就要跟你大规模的反抗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是也是造成 沙皇的后来的这个崩盘的 一个主要原因 同时呢 也是他招人大家恨的原因 因为大家说 你要给我们一个自由 小小的自由 希望已经有了 结果你又给我盖回去了 那我对你更恨更仇恨 所以这个那个 路易斯的16th 最后不被断头 也是也是这么一个悲惨结局嘛 而且呢 尼克勒斯本身呢 这是这是刚才讲的1905 到了1914 1917年这段时间 那就是一战 而尼克勒斯这里边呢 又干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就是我们讲的 他要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一战 一战在进行很糟糕的时候 他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结果呢 到前线当总指挥 结果那个这一战出现了严重的不利状况 那就全都成了他的罪过 那么这个罪过又成了 大家对他有一个怨恨的原因 就是你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一战 结果到底 你把我们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年轻人 这些士兵就就用钢铁血肉的长城 在在德国人面前 被德国人给给给弄成肉酱 那我们对于你这个 尼克勒斯亲自部署的这个人 就是我的仇恨对象 还有一条那么就是他的妻子 就是皇后阿雷克兰扎 阿雷克兰扎本身是一个强势的妻子 同时他后边呢 因为他的儿子这个容血症呢 又严重的受到了这个神鬼大师 Rasputin的影响 使阿雷克兰扎在很大程度上呢 控制着Nikolas 而这个对于俄罗斯人来讲 是不可接受的 阿雷克兰扎作为一个德国人 他是一个德国血脉的公主 在控制着我们俄罗斯的沙皇 那么这个后边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使我们俄罗斯对对德国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战争 是不断的失利 打不过 我会老打不过 是不是因为这有个内奸内贼 更严重的是这Rasputin呢 又在后边控制着阿雷克兰扎 这些所有的东西 那么大家指向矛头指向谁 还是这样 就是你作为一个沙皇 你底下用的人都是这些鸟人 这些人在控制你 这些人都是不是跟我米交心都不知道 所以呢 这个就造成就是大家对这个阿雷克兰扎的一种仇恨 对这个皇后的仇恨 也间接的也转向对Nikolas的仇恨 当然我们实际上后来从很多历史的这个记录上看 阿雷克兰扎尽管是德国血统 但是实际上他是非常热爱 俄罗斯非常热爱 他的丈夫Nikolas 他是全心全意的希望俄罗斯能够打败他的祖国 德国 这个呢是也可以理解 因为他作为皇后 他等于是整个俄罗斯的这个最高位置的这个皇后的这个位置 他当然向俄罗斯赢了 那德国只不过是他的出生地嘛 那么所有这些都是指向 都是我在说什么呢 就是尽管Nikolas是一个非常 作为一个一个人来讲 是一个不错的人 但是呢 作为一个君主 他成为了大家仇恨的对象 而这些仇恨的因素很多都是由于他自己的这种弱智 后面我们会讲 那么下面我们再调一个角度 把他呢和我们在法国大革命里的那个中心人物做一个比较 那就是Louis的16th Louis16 那么这个Louis16 我们知道是上断头台 Mary Antoinette 他的太太也上断头台 而这个谁呢 Nikolas呢和他的这个太太呢 也都被这个残酷杀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这个异国的绝对君主 在这两个革命 法国大革命和俄罗斯革命上 都是最后呢 以悲剧结束 那么我们把Louis16和Nikolas二世做一个比较 首先这两个国王 他们都是绝对君主 这是一个 更有意思的呢 他们两个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 登基的时候 没有任何经验 都是像Louis16是19岁登基 Nikolas是26 稍微晚一点 但是他们两个人在登基的时候 都没有完全对当时登基前做足够的准备 因为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父亲都死得过早 如果他到40岁 35岁 40岁 40几岁登基的话 那实际上他作为这个异国君主 有可能他会有更多的经验 或者是更好的准备 而这两个人没有充分的准备 就是很突然的就登基了 这是一个他们俩的共同之处 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呢 刚才讲了 Nikolas是非常非常的宗教 非常虔诚的宗教徒 而这个Louis16也是 我们看法国大革命里讲 Louis16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是这个天主教徒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使他们这种非常强的宗教性 使他们呢 就有另外一种conviction 所谓conviction 就是另外一种信仰 这个信仰什么呢 就是我当一国之主 是上帝指定的 是divinely appointed 就是我之所以当君主 并不是因为我的基因里面 是继承了我父母的基因 当然可以说 就是我父亲是君主 所以我就是君主 但是他们实际上不是那么看 我当君主就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上帝 就是我 我就是上帝指派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使他们 而且他们的这种虔诚 这种宗教性 从幼年开始 就是非常非常虔诚的 这种宗教的熏透 教他们的人也是宗教性很强 然后他们自己呢 这种这种宗教的这种信仰 在他们的生活中 占很大的比重 他们对他们自己的这个君主的这个位置 认为也是宗教里注定的 他们要去做这个位置 这个也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就是没有想清楚 你为什么会去当这个沙皇 或为什么当国王 实际上你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用英语的话 用这个Warren Buffett的话 就是is the lottery of the uterus 就是子宫彩票让你中了 因为你就恰好生在这个血脉下面 就恰好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一条原因 还有呢 就是说这两个人呢 从当君主的早期当了这个国王 或者当了沙皇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 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缺乏自信心 这两个人都是缺乏自信心 没有很强的那种自信心 还有呢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妻子 都是外国人 Louis the 16th的妻子 Mary Antoinette 是奥地利人 上是普鲁士人 奥地利人 就是德裔人吧 德国人吧 Alexandra当然也是德国人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恰好在他们最后这一个王位的时候 德国都是他们国家的敌人 像奥地利的话 和这个法国当时是开始有 奥匈帝国和法国呢 是有这个hostility 有敌意 有战争 而当然这个一战的时候 德国和俄罗斯当然是敌对的双方 你的敌国和你的妻子是一个国籍的话 是你的妻子的血脉就从敌国来的 显然呢 这又成了一个被大家仇恨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所以从这点来 路易十六和Nikolas二世 都有这么一个共性 就是都有一个敌国来的妻子 而他们两个人呢 某种意义上呢 都是尝试过 前面也讲过 都尝试过改革 尝试过对他们国家的体制 做一些现代化的改革 但是这种改革 用英语讲就是half heartedly 半心半意 没有权 没有完全 就是那种三心而已 或者是半心半意 就是没有诚意的那种改革常识 那个包括路易十六也是这样 然后Nikolas二世也是这样 都是对他们国家 知道情况很严重 需要改革 但是这改革 他没有真正的想一下做下去 他们两个人呢 在他们被迫的情况下 都进入了一个君主立宪的可能性 在这个路易十六的话 君主立宪显然已经基本就是达成了 已经成为了一个constitutional monarch 已经基本达成 但是他自己一点都是不服 他老想把这个东西再给板回去 当然Nikolas在这个1905年的时候 这个constitutional monarch 他作为一个君主立宪的可能性也存在 但是他最后又给板回去了 到这个fundamental law的时候又回去了 实际上他们都是几乎 这条路已经铺在他们前面 包括路易十六和Nikolas二世 在他们当时还在他们的throne 在他们的皇位上坐着的时候 他们的前面的做一个君主立宪的 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 但是他们都把这个可能性 没有全心全意的去去做下去 或者是配合下去 因为什么呢 他们对这种君主立宪出来的结果 不能全心全意的接受 他就认为一旦出现君主立宪 他的那种绝对权力就会可能丢掉 这是他们不能完全接受的一个现实 在这样的话呢 他就一直在那阴奉阳为不配合 路易十六显然是阴奉阳为 而这个Nikolas二世 基本就是一到他掌握着局势了 他就开倒车就往回退 当然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带来的是这两个国王 或这两个君主连着他们的全家 基本是被灭门 实际上路易十六严格来讲也是被灭门 他的小儿子最后 他的什么也最后也就是 就也全都死掉了 而这个谁呢 而这个Nikolas II当然是被灭门 而且是用被残暴的残酷的方法灭门 当然我们这里讲 法国大革命和俄罗斯大革命的两位君主 如此这样被灭门 当然我们再简单的把法国大革命和俄罗斯的革命 再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我们在前几节已经做过一次比较 但是我们这里再补充一些 一个呢是这两个革命都是发生在 他们所代表的帝国参加了战争 就是而且是一种 一种稀了糊涂就参加了一个 他们不该参加的战争 法国大革命当然没有直接参加 是把他的大量的经济的资源给花到了美国革命上了 美国独立的时候 他们大量支援美国是为了打败英国 当然今天看来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great thing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使美国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 非常民主 非常什么 但是从当时从法国的国家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那么我们回到俄罗斯参加一战 甚至包括前面1905年的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还不是最主要的 关键还是一战 使俄罗斯基本就是说 把他的血都给放光了 本来这个机体就不是很健康 结果你一战一打 大量的人力 大量的物力 伤亡率如此之高 一个败仗接着一个败仗 然后你的经济又跟不上 最后就跟放血一样 你这整个人就快站不住了 严重的缺血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这两个国家 都是产生了严重的经济的 这种紧缩或经济困难 这种经济困难 就造成了这种革命的 这种诱发原因之一 实际上 我们多次讲到 一战上对俄罗斯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因为一战 使沙皇实际上才灭亡的 他主要就是因为参加了 这个世纪大战 那么还有 就是在他们灭亡前夕 都出现了严重的天气的因素 就是当时是酷冻酷冷 冬天非常的非常的冷 然后夏天非常 在法国夏天还非常的汗 所以出现大面积饥荒 出现大面积的经济危机 经济困难 大面积的这种食品短缺 而这种问题呢 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 当然就是底层的农民 而这个法国和俄罗斯 法国1789年的法国 和1914年到1917年的俄罗斯 都是一个农耕社会 法国在1789年 实际上是严格来讲 是远远落后于英国的 它是农耕社会 农民占了绝大多数 它的那个third class 第三级别的那个社会 就是一个90%的人 都是第三 就是绝大部分人 都是底层的农民 俄罗斯更不能说 而这些农民呢 是属于社会的底层 但是呢 大部分的税收 是从他们身上压榨出来的 同时呢 在这个整个的体系下 他们是没有被代表的 交税交的最多 社会地位最低 同时呢 没有representation 在政治系体系里边 没有他们的发言的机会 你要是让我交税 OK 你要想让我交税 你就要让我在政府里有发言权 这基本的就是这么一个 基本的道理吧 因为你要是拿我的钱去 到政府里花 你最好给我一个发言的机会 要有一个参与机会 我要参政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恰好在俄罗斯 和在法国都没有 就是这些交税的人 没有发言权 没有政治权利 最后呢 触发这两个革命 都是妇女触发的 OK 在法国大革命 也是美国 这个俄罗斯大革命 也是都是在妇女 在最后情况 最急的时候 就上街游行 我们要吃面包 我们要粮食 我们要吃饭 这个就触发了 这个革命的这种前期的 就是一步一步一步升级 升级到最后呢 还有一个关键的 一个共同点 就是士兵拒绝服从命令 在法国大革命的 这个攻占巴士抵御的 那段时期 最严重的就是 当时这个路易十六 是想让他的皇家卫队 去开枪 结果那些人拒绝 我把枪竖起来 站在一边看热闹 那么当然在俄罗斯 也是一样 士兵拒绝了 所以这个士兵 最后拿枪 士兵决定拒绝命令 服从命令 拒绝开枪 这个实际上 可以说 这个革命就一定会发生 所以这个 像中国在1989年 为什么他最后能打压下去 因为那些士兵 就真敢打开杀戒 用坦克把人权的给压死 那么这种事 我坚定的 我非常肯定的 可以认为 不会再发生了 我很难很难想象 今天的中国弱士兵 敢开机枪 把老百姓 一缩都打出去 好几十个人 因为他们第一 他们的世界 已经不是89年的世界 他们的教育程度 也不是89年的 那些农民兵的教育程度 他们对今天的 整个的这种 这种社会的这种理解 跟那时候不是一样了 我当时又跑题了 那么在两次法国大革命和俄罗斯革命 当然都有大量的无辜的人丧生 在法国大革命 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的 如果听过法国大革命的讲座的话 就是有很多人被砍头了 砍完头 把一个大尖的 一个大尖棍子 把那脑袋就 尖棍子那尖 一下就扎到头的脖子里边 一个大头 一个大脑瓜就在顶上 顶着大家 每人尖棍上 举着一个脑袋 在那示威游行 在那庆祝当然在俄罗斯革命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了 曾经有一个事件 就是11个农民 或者是11个富农 或者是用列宁话 是11个吸血鬼 拒绝上浇工粮 按照指标上浇工粮 结果把脑袋就给剁下来了 剁下来弄几个大尖子 棍子 支在上面 然后让所有的附近的这些 这些吸血鬼 这些资产阶级 这些富农 看一看 吓唬吓唬他们 这谁下的命呢 这是列宁 当然列宁不知道他是不是下跳 砍他们头 去支棍子支 但是列宁 非常清楚的说 我们就要用这种屠杀 来震慑这些拒绝交流的人 在零在十月里边 大家可能 还是在1918里边 就也有类似的这种 这种言论 列宁就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一个人 那么两次革命最后的结局 都是进入了一个 authoritarian dictatorship 就是专制 两个革命最后都进入了专制 法国大革命进入了拿破仑的专制 俄罗斯大革命呢 是最后进入了苏共 布尔隋克的专制 列宁的专制 和斯大林的专制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这个区别就是拿破仑 拿破仑尽管是一个dictatorship 尽管是一个独裁 但是我仍然认为 因为我们从拿破仑的过去的这个历史 我们有一个讲座也讲拿破仑 拿破仑所做的事情能看着 他在他的意识和觉悟的底层 他有一种human decency 就是有一种人的基本的良性 基本的良心 尽管他是想当独裁 想当义人 因为这些人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聪明 非常能干嘛 但是呢 他做了很多对后来欧洲 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前面也讲过 在法律上的改革 在这个整个贵族和这个什么 就是贵族的这种继承权的 这种打碎 然后就是等于这个国家 就是靠本事 靠merit 靠有能力上 而不是靠你家里的血统上 这都是拿破仑 比较开 首先开创的一些东西 而以及相对应的 另一个的独裁呢 当然就是列宁和斯大林 而这两个人 是没有任何的human decency 就是他是一个超级的 没有底线的一个恶魔 从地狱里出来的恶魔 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 列宁尽管死的很早 1924年就死了 没几年就死了 但是列宁的这个 在他有限的生命 因为他二三年实际上 已经失去了这个 失去了领导能力 他那时候已经严重中风了 就是等于就那么几年 那几年他干的那些事 就已经充分显出列宁 是一个非常非常血腥的 一个独裁者 当然后来斯大林 把他继承 发扬光大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 法国大革命和这个 俄罗斯大革命 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再看一看 从另一个角度 就是还是回到 Nikolas II 就是他到底在这个位置上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 他自己的心理状态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在他这个最后的一个王朝 首先呢 Nikolas 我们刚才讲了 是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人 就是个人的品行 是一个不错的 但是呢 他有很多很多的误区 就是认知误区 首先呢 他对他的这种 王位的认知误区 他这个王位 他认为呢 这个王位就是 就是非常不可动摇的 非常不可以 撼动的这么一个 绝对王权的位置 是不可能动的 他认为他自己 既然当了这个沙皇 这个沙皇这个位置 和这个沙皇的王位的继承 和沙皇的这个位置的未来 是pre-determined by God 是什么上天注定的 这个位置是永远是永恒的 在这个位置 在我们一代一代继承下去 那用今天的话什么呢 就是红色江山 勇敢永远不应该变色 永远是我朝的 OK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用这一百年以后的术语来讲 同时呢 他呢 把他的这个王位和俄罗斯 是画等号的 就是帝国就是我朝 是我朝就是帝国呀 这两个又是画了一个等号 那么这些上是一个严重的认知误差 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 或者我们从前面的这个历史上 也能看到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误差 使他自己和人民之间缺乏一个真正的沟通 他以为他这个帝国就是他的 那就是他想什么就是什么了 因为他都画等号了嘛 他就不用听人民的声音了 那么尽管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认知误区 这种认知误区 同时呢 他又没有那两把铲子去把这个帝国给管理好 因为他的能力有限 这个能力本身呢 我们就是再往稍微往前看一看 就看看他的父亲 Alexander the third 亚历山大三世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实际上就是一个超强的保守型的沙皇 他父亲是一个超强保守型沙皇 实际上他的父亲 他的爷爷 就是他的这个祖父那一代 曾经尝试过做一些改革 但是呢 他这个父亲呢 这Alexander the third 把这些改革全都给关掉了 把这些改革给停住了 甚至给退 开倒车了 而且就是倒车到最后就非常非常荒唐 就是甚至在俄罗斯帝国的那种 就是所有的人只能说俄语 包括波兰 你就不是说俄语的人 也必须说俄语 然后所有的这种新闻自由 出版自由全给关掉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说 在这个Nikolas之前 他的父亲就在做这种 有一点自由的改革 同时又给收回来了 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 使这个俄罗斯境内产生了很多激进的改革派 那就是布尔隋克社会主义党 什么社会主义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党派 实际上都是由于Alexander the third 留下来的这么一个 就是用Torkwell这个讲的话 就是你给我开了一个小门 你又关上了 那这个上面很多人就说 那咱们不能不能听他的了 咱们要要要跟他跟他拼 OK 所以呢到Nikolas的时候 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种裂痕 就继承下来了 这他父亲的这种做事的方法 实际上就被儿子给继承过来了 那么为什么儿子如此的 就是忠实的继承他父亲这种方法 主要是因为他父亲死的 就是那Alexander the third 死的太突然 他得肾病 一下子四十几岁就死了 而那个时候呢 Nikolas呢还太年轻 他没有给Nikolas做足够的准备 让Nikolas去做这个继位的准备 很突然 他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当时Nikolas有多次机会 被这个Sergei Witter建议 说你比如西伯利亚铁路 你到Nikolas让他去做一些主管 让Nikolas到全世界去转一转 当然转一转 他最后也没带回来什么有用东西 但是呢 整个Nikolas就是ill prepared 他整个对他自己当皇帝 没有做好一个真正的一个继位的准备 而突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使这个Nikolas在这个继位的时候 是不失所措 我们前面讲了 他就不知道他自己 我怎么去当这个沙皇 这个沙皇是怎么做 我是应该做什么 而对当时俄罗斯的这种 已经处于已经有一定的 很大的这种风险的这个帝国 包括经济上的 包括政治结构上的 包括这个地缘 政治军事 很多很多的方面 对他来讲 他根本就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他他突然继位 他并没有做到中国准备 而这个Nikolas呢 唯一知道的就是 我是一个绝对君主 他只知道我是一个绝对君主 那么这个绝对君主 这么一个几乎是带有那种 极度的宗教性的这种信仰 或信念 我是绝对君主 谁也不能动 我朝就是我帝国 我帝国就是我朝 永远不会变化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去做这个 做他这个沙皇的 所该做的事的时候 用英语的话 就叫reluctant sense of duty 他就说我做这个是一种 我必须做的一种职务 或者义务 我叫去做这个事 而没有一种 就是说我要在这大开旗鼓 要有一种带一种热情 或激情的去把这个帝国 把它做的更好 而说这个位置 既然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大卡车 我突然坐在这个开车的位置上了 既然这卡车就是我的 那我就是这车原来怎么开 我就怎么开 就是稳稳的往前开就完了 而并没有再要说这种 一个一个刚刚拿着大卡车 开到可以开大卡车 坐在上面 我这车完全是我可以来控制 我可以把这开车 想开在哪就开在哪 那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exciting 非常的震撼的 一个新的一种经历 他没有这样的一种热情 他只是说这事给我做 那我就做吧 因为我是天注定的皇帝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对他来讲 他就非常的 就是很年轻的一个小年轻 这么二十几岁 他就非常的固执 非常的保守和固执 我父亲该怎么做 那我就照着原样 一模一样的往前走 也不要调整 也不要这个 不要改方向 也不要做任何的什么东西 就是过去怎么做 我就应该怎么做 他周边有一些 比他更聪明的一些顾问 一些这个政客 给他出一些更加现实的 可以做一些改革的意见 他全都忽视 他就算了 我不听 因为我原来 我好不容易掌握住 这个大卡车 这个方向盘了 我父亲把这传给我了 那原来怎么做 就怎么做 而这个时候 他听的是什么 就听他喜欢听的声音 那喜欢听的声音 都是那些马屁精 那些拍马屁的 那些底下的那些 在他周边的 那个court的底下的那些人 而这些人 对他溜须拍马 他很愿意听 他也很喜欢跟这些人来往 因为这些人只说 他喜欢听的话 这就使他自己 就reinforce his own opinion 就对他自己的这种 政治理念 就是一遍一遍的 被这些人在正反馈 在加强 而这个时候 任何别的人给他提出 做一些比较有 有一定的创伤性的这种改革 因为任何的主要的改革 肯定对他现有体制 有一定的震撼 有一定的创伤 他当然就不会去接受 他只想按照原路一直走 而他的这些身边的这些马屁精 实际上都是一些比他还笨的人 本来这个nicholas 就不是那么特别聪明 他不是那么特别聪明的人 而身边的这些人 就是因为给他溜须拍马 得好处 而这些人除了在溜须拍马上 可以实际上水平比他还低 very dim witted 就是英语讲 dim witted 就是那种 那个脑瓜里 那个灯泡就没亮过 灯泡可能就是100瓦 灯泡都可能亮15瓦 就基本就那么一个水平 那些人 而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都是贵族 都是他的皇家的 皇亲国戚 离他很近的这些贵族 而这些贵族 他们的生活空间 就是很小一个圈 基本就是在圣彼得堡 很小的贵族的那些豪宅里 那些宫殿里 那些什么 每天是花天酒地 in fact 很多人从小都不在俄罗斯长大 有可能在法国长大 在法国的Riviera 在什么Nice 在什么那些Monaco 那些地方 就是那种地中海的 那种特别优美的地方 从那里面 从小是在那些地方长大 都不说俄语 他们这个贵族的圈里 有的都只说法语 而他们呢 有大量的这种old money 就是他们的父祖辈上 继承下来的 在大量的这种 这种庄园什么 就是等于就靠这个 靠吃地租 靠什么就行了 然后呢 和沙皇很近 而这些人呢 当然希望沙皇 继续保持现有的体系 那么沙皇愿意听什么 就说什么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和沙皇保持关系好 他们的这个贵族地位 也稳稳的站着 那这就是一个正反馈了 对吧 就是一正反馈 就是他说沙皇喜欢听的 那么沙皇就做 他们喜欢说的事 那这大家就极大欢喜 而没有人给他一个 真正提出一个 真正让沙皇感觉刺痛的 那种更有用的 或更有价值的建议 而真正的这个 有可能对他 有一定价值的这些人 都是他的各个部长 就是他指定的那些minister 这些minister呢 还不是那些 这个inner circle of the aristocratic court people 不是那些人 而是这些minister呢 是这种打工的 给他打工的 而这些各个部的部长 是做事的 这些人呢 在沙皇眼里呢 他们就只不过是 我的秘书一样 他不把这些人 看作是真正的 在管理他这个帝国的人 而是是他手底的 一些秘书 一些用人 那么这些人呢 实际上在一个 正常的君主立宪的国家 或者君主立宪的 一个体制下 这些人实际上是真正 对这个国家有管理权利的 想想今天的英国最好的例子 英国的首相 是过几年就要换一换 那么绝对的 这个英国的君主 是他的国王 但是如果首相 是国王的一个用人 或者一个秘书 那国王说什么 首相就得做 你到英国 你去看一看 英国的首相 包括丘吉尔 包括各个什么 撒切尔这些首相 当然他毕恭毕敬的 和国王或者是女王会面 但是他只是跟女王说一说 我们要做什么 女王只能说 你做的我都没有问题 女王绝对不会说 你这个我不同意 你必须改 因为真正的权利 真正的管理 是在首相手里 那么这个首相 在英国是真正的实权 而在俄罗斯 这些大臣 这些部长 这些首相 这些总理 在尼克勒斯眼里 都是我的用人 都是要听我的 所以呢 在这样的话呢 他对些底下的这些部长 他们互相的交谈 都是一对一的交谈 他很少把所有的部长 组织起来 咱们开会讨论一个问题 而都是一对一 为什么要这样 他是希望这些部长 互相去内斗 内斗完了呢 他呢 做一个绝对君主 在上面做裁判 他喜欢做这个事 因为他做裁判的话呢 这个裁判就是风光啊 我最后决定 你们这个部长提这个建议 那个部长提那个建议 最后我呢 做一杀谎 我说 他就这事就这么做吧 实际上主意呢 还是部长提的 只不过他做一个裁判 他喜欢做这样的事 因为这样显示出 他是 是这个上面的那一层 而这个 随着这些部长里面 当然有庸才 也有 也有能人啊 有些部长就很厉害 就很能干 而这些部长一旦出现了 那么沙皇就有点恐惧了 他就要开始 做各种各样的手段 不要让这些 能干的部长的这些 这些决定 从他身边溜过去 必须要他就去控制住 甚至呢 把这些部长 用什么方法 把他排挤一下 那这个就是 还是回到我们 很多讲义强提到的 英语里有一句话 就是A player wants to surround himself with A players B player wants to surround himself with C players A呢 就是非常能干的人 B呢 就是庸才 那么C呢 就是笨蛋傻瓜 OK 那就是非常能干的人 希望自己的手下 都是跟自己一样 非常能干的人 而这种庸才 希望底下 找一句傻瓜 因为这样可以显出 他比那些傻瓜聪明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 是一个逆淘汰 那么这种逆淘汰 是恰好在 Nicholas身上发生了 就是Nicholas 不希望手底的人 比他能干 他希望手底的人 比他还笨 OK 他自己就不是 那么特别灵 那这种情况 我们想想 今天是不是在中国 也在发生 那这就跑题了 回到这个什么呢 就是他 他的这个底下的 这个能干的人 有没有 当然有 我们讲过 一个是Sergei Vita 一个是Peter Stolipin 当然Sergei Vita 最后被他给不用了 那么Peter Stolipin 最后也 也被暗杀了 那么这样的人 如果当时 沙皇非常重视他们 因为他们到后期 都是像沙皇都挤压他们 如果他们真正的 被沙皇重用 因为他们确实 比沙皇能干 他们的这个 那些人肯定智商 比沙刚 沙皇要高 那么是有可能 当时沙皇就有可能 把他的这个体制 做一个比较深层次的改革 有可能 当时的沙俄的这个帝国 就不会像后来这么惨 就是这两个人的任何一个人 如果能持续的在那个位置坐上去 都有可能把沙皇的王朝 给救回来 但是都没有 都失去了救回来的机会 而这个Stolipin 当然是另外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就在1911年被暗杀了 如果即使没有被暗杀 当时他已经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 因为沙皇已经开始 对他有一些这个警惕 警觉了 因为觉得这人太厉害 对沙皇有威胁 从这以后 沙皇的这些手 这些总理吧 就是这Prime Minister 或者这种Chief of Ministers 就是一个比一个烂 都是很很庸才里面的庸才 那么沙皇呢 你如果手底招了这么多庸才 你自己本身本事又不大 那你至少应该努力 而沙皇在这个时候呢 上越来越多的时间去打猎 去游艇上度假 去全家出去度假 他就是这个私人的这种享受 他一点没放松 而这个整个的这个帝国呢 是在一天一天的这个吃紧 他呢在一天一天放松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Nicholas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 是等于是一方面呢 他是坚决的认为 自己要皇位上 要稳稳的坐住 这个皇位天生 或者上帝注定就是他的 这是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呢 他又缺乏那两把铲子 又缺乏那种能力 去在这个皇位上 把这个帝国治理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使这个什么呢 使这个Nicholas 等于是两边全吃亏 你如果是认识到你自己不灵 你找一些比较能干的人 帮你去弄 你可能你至少可以弥补 你自己的不足 或者是你有那个 拿破仑那两把铲子 你真是有两下子 或者像Frederick the Great 在德国的那个布鲁士那边 那个那种国王 就是非常能干 绝对独裁 但是非常能干 那也行 但是他两头都不占 又想这个王位 一点不能动摇 绝对要听他的 他可能又没有那两把铲子 所以呢 这个呢 在英文里有一个 Historian 就用这么一个评估 他说就是 Nicholas is an autocracy without an autocrat autocrat当然就是一种寡头统治 就是一个贵族 一个一个头啊 就是一个集权统治 这种集权统治的体系下 缺乏一个能够真正执行 集权统治的人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而这个时候呢 恰好是1914年到1917年 一战 他参加了一战 恰好需要一个非常强势的 一个绝对君主来管理 恰好他又没那个本事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这么一个 对沙皇的这么一个评价 就是这么一个总体评价 这节我们先讲到这 下一节我们就看一看 像沙皇这样一个 个人的这种能力的这种局限性 为什么会垮台 为什么会覆灭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一个没有大的困难 没有大的危机的时候 他有可能摇摇欲坠 但是还能坚持 但是一旦出现了大的危机 这样的一种 有限的能力 就会造成灭顶之灾 那么这个灭顶之灾 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就是出现如此重大的 一战的这个危机状态 他完全无法胜任 他的这个沙皇的这个角色 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讲 这个对方的灾顶之灾 是在整个地方 这个我们下部就走了